用餐时间看了美食的画面 大家都要流口水了 而提到台湾料理台菜餐厅 以心中的No.1是谁呢 基地部今年首度举办 2020经典台菜餐厅甄选 从全台100多家的台菜中心当中 选出了60家 新鲜野生白昌下锅油煎 煎到两面表皮金黄 再淋上特制烟梅酱汁 酸甜口感更凸显出鱼肉鲜味 就到每一支白昌是店里的招牌菜 现捞红条穿搭后 切成片状下锅油炸 大火烹调酱汁 肉质鲜嫩的酥炸红条 做成台式经典三杯料理 是许多韬客最爱 这些菜是每一样都很好吃 而且蛮新鲜的 他会用特色菜去 就是说时令菜去推荐 有七层的鱼货来自于澎湖 另外三层是我们台中港 这些当地的海鲜 夜酒间只用现捞野生的海鲜料理 为在台中海鲜的梅子餐厅 入选2020经典台菜餐厅 爆炒蔬菜包在鸡肉里 淋上热油让表皮酥脆 做工繁复的杜包鸡 吃起来口感丰富 另外这道一鸡三吃 片皮鸡吃完 再享用肉质鲜嫩的鸡肉 最后配上笋干和挂包 台北知名山海楼 同样也是榜上有名 还有60年历史的台南蛋攒面 以创新料理方式 用猪腹膜包裹鲜虾 制成虾卷 沾着黄金末包进蔬菜里 清爽口感让人赞不绝口 受到评审青睐 经济部从全台百多家台菜餐厅 选出其中60家 双美除了山海楼 新夜台菜创始店 和风等共有21家入选 台菜十足台南市则有8家 获选位居第二台中第三 不过桃竹苗东 以及南投地区则是挂邻 台湾意美食文明 尤其是台菜大同小异 要做出特色不容易 各家餐厅得端出 真功夫的出楼菜 才能满足掏客的挑剔味蕾 记者科技高蔡真逊 SN小组综合报导